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1月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几个开市 追障阿姑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唐牛 早晨 上周见到美国减息的憧憬降温了 踏入2024年 港股美股新年第一个星期都是跌的 今个星期大使有什么焦点要留意呢 焦点都看着美国和中国都会出一些通胀数据 我想都会影响到 你香港阿姑或者美股的表现 大家注意到相关的数据先 是的 留意着 稍后都会详细分析一下 美股港股可以怎么部署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嫌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你的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12月的就业市场表现强劲 非农就业人口失业率都好过市场预期 市场对于提早减息的憧憬降温 但上个月服务业的数据转差了 美股走势反复 导致一度升183点 但中段升幅基近全数蒸发 导致收市升25点 报37466点 标市升8点 报4697点 纳指升13点 报14524点 美国十年期债息 曾经收高到4.1 美汇指数一度升穿103点 欧洲股市偏远 特别资点美股方面 苹果先升后跌 延续之前四天的跌势 收跌0.4% 特斯拉内地召回超过160万架 存在安全隐患电动车 特斯拉股跌0.2% Meta升1.4% 亚马逊升0.5% 中概股和ADR表现 曼网易比起本港收市跌超过2% 京东跌1% 亚里和美团跌0.5%至0.7% 腾讯未跌0.1% 而汇丰恐股ADR至算部 63.67% 比起本港收市价升2% 友邦和港交所跌超过0.3% 接着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偏远近跌62点 报37657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 大致靠稳 日本市今天是假期休市 南韩市升3点 升幅0.1%左右 澳洲市未升7点 新西兰市弱点 这些是0.4% 接着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变动不算很大 升到24点 我们先和唐牛谈谈外围的数据 刚才我预告了今星期的重磅数据 我们先说上星期五 其实都有重磅数据公布了 美国12月份的飞龙职位 增长了216,000个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75,000人 失业率维持3.7% 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的 而平均时薪按月增加了0.4% 亦比预期更好 财长耶伦说到 经济情况表明 联储局做了一个良好的决策 美国经济已经软着陆了 我们可以留意到 大家的数据出来之后 大家就感觉是否联储局 没有那么快的减息呢 但另一个要看就是 今星期的焦点 星期四会公布通胀数据 市场股就是 12月的CPI预料普遍 就是普遍预料 下年会升3.2% 略高于11月的3.1% 但如果你看核心的CPI 升3.8% 这是一个预测 如果是的话 就是低过前一个月的4% 还会在2021年5月以来 首次跌穿了4%的情况 所以大家就看了 究竟就业的数据偏强 但如果通胀数据 也显示是一个放缓的状态 会不会联储局 仍然有机会在3月开始减息呢 我想如果通胀数据是落到 而经济也是强的话 按道理就未必需要这么早减息 因为现在耶鲁说 耶鲁好像持有很多股票 说到就软着陆了 没有人敢说 他都敢说 因为他也是看了 刚刚的数据 他就觉得很厉害 没问题了 当然我当然想他 好像他的说法 但我想数据的东西 都是逐个月看 我想现在这条街 怕就是怕硬着陆而已 就是说经济数据不行 但是通胀又按得低 但是经济数据不行 暂时这一次就OK 但是我想一次未必反映 将来的表现 所以我想都要先看着 所以近期股市 我相信美股都会比较波动 因为始终数据都会左右到债息 或者美元的走势 你看到近期债息都夹回到四厘流上 因为始终之前炒减息的预期价值 在美股里面 你看到道指都破顶 标普和纳指都差一点 所以近期一有少少风吹早冻 市场就立刻跌下来 但是当然如果你说经济数据OK 而通胀跌到的话 我想就算你不减息的话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我自己对于减息都 其实我都不是很想减息的 因为说真的 你减息其实意识了经济差 你要调回经济 我就比较不喜欢炒衰退 那些令到股市升 是难一点 反而我觉得经济好 就是你企业盈利OK 然后导致股价上升 我想这样才会健康一点 所以当然了 你想一想 但是你说是否一定做到的 那你有个心理预期先 那美股真的有机会调整 很多人都问 哎呀你买美股 现在如果高位跌那怎么办 那我都回答 高位跌就赚少一点 那你去年也赚了这么多 低位买港股都不见得太多 那些就是说 心里面常持有很多 你身我都持有很多港股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OK美股跌 但是港股不是一定涨的 美股跌 你看近期港股都一起跌 那没用的 所以希望就是美股跌 所以美股升 然后港股一起升 是 最好 但是市场一向都矛盾 又想经济不差 又想减息 你都说了 2024年第一次上来 那次都要问你 如何看2024年美股 说回美股 去年年底是特别强的 是 终止了过去九年升 九个星期的年升局面 上个星期 一踏入2024年 突然高位就回落 尤其是纳指上去星期 累跌了超过3% 跑输了道指和标指 0.6%至1.5%的跌幅 当然 因为去年纳指就是最强的 究竟 大家都想问 短期来说 是否进一步的调整压力 都还在呢 整体看长一点 对了 2024年美股 是否都还可以强势呢 进一步调整压力都大 因为好像刚才所说 究竟息口的走向会是怎样 始终的股市是 迫连了很多减息的预期 如果你说有少少风吹草动 都有机会会再下跌 你说未来 即今年怎么看 我自己看 都是息口见顶 然后减息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会觉得 你之前升了这么多的 就会出现调整 但是你说是否会继续强势 我想我维持那个看法 就是说 钱只会找一些 找到钱的地方去炒股票 那你见到 港股暂时找不到机会 A股又未必找到机会的时候 那些钱便继续涌下去美股道 就是我想这个 是其中一个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都继续拿着 美股 那怕的就是 好像刚才所说 就是怕经济不行 然后减息 所以变成了令到股市会有些调整 但是你说去到 今年也是大选年 所以是否年尾又会更好 我想 憧憬会可以的 就是你说 始终大家都觉得 哎呀大选一定要做好经济 有个憧憬在 但是你说 去到那个时间 是不是就是见顶之时 我想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那个时间性那样东西 是 听得出来 对美股仍然是有信心很多 对吧 港股不知道 我们转体一下港股上日表现 接着就问一下 糖牛怎么看港股 上日都反复是再跌了过8点 恒指低开72点之后 曾经转升近100点 之后就再到回落 恒指跌了110点 收报16535点 成交压818亿 多指跌1.7% 保3592点 阿里巴巴跌了超过3% 腾讯跌超过2% 联想集团跌近4% 中资电讯股逆市做好 中移动升超过2% 中电讯升超过1% 而车股卫小利跌2%至4% 看看北水盘路南 北水淨流入的情况持续 上日再录得15亿5000万的淨流入 连续5个交易日及资 而各股方面 资金主要是买盈副基金 全日录得13亿4000万的淨流入 中海油和中移动分别 吸资5亿2000万和2亿2000万 淨流出方面 腾讯走资13亿 而农行和建行各自走资超过2亿 马桶同学谈了港股 看到2024年第一个星期 都是四年跌 这不是很惊讶 但是基本面 资金面 信心仍然是弱的 而且大家都在等待 内地经济何时有个好转的情况 或者政策面 还有没有更劲的东西出来呢 但是看到有少少好的信息 就是南向资金持续流入 究竟港股有没有可能 短期内有个反转呢 短期内 我当然是希望它反转 我想我这一转 我看港股的心态 就是没有期望 没有失望的 大家不要期望太高 你看到 你说去年底市价夹了上来 大家都想着 哎呀真 万七 有没有一月效应 上回万八 那些 结果暂时没有 OK 都是那个问题 Irene也说了 资金问题 信心问题 你看到港股 头那几天也是正英的成交 你怎么教呢 又没有人肯上 是北水有买的 但是不会说很多 而且我可能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北水都是短炒的 你看到 很多时候都是 转头又走快 对啊 你看到什么盈富 3033 200 就是国企指数那三个科技 可能有一天大跌 它突然买 狂的数 到第二天就走了 就是他们都是短炒 ETF不用给STEM 当然是短炒ETF 所以 大家就不用太过上心 关于北水那样东西 那既然没有期望 就没有失望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要买的 买了 港股 日本人也有很多鞋货 所以不是说什么 就是大家同一条船 那我想这一刻 你问我港股的操作就是 怎么也不沽了 就是怎么也不打死 都不将这些鞋货斩了 都不斩了 是吧 真的不斩了 都等了四年 都等了四年 不斩了这一年 那就是继续等 不过在操作上 我就会觉得 你要自救一下 自救的方法 你说可能是 继续淡仓 就是有些股票 你觉得会看淡的 觉得它会拖着市跌 你就继续淡仓 赢一下钱 就是当然你不会买得很多 但是都叫做 赢一下交付钱 贴一下其他伤口 又或者你将视线再旷阔一点 就是这个就是我去年经常性做的 就是说你要 不只是买港股 可能你会买美股 或者做一下其他日本 很多 你看到你有装经济日报 就知道了 经常性都 有些股票 就说不知道哪个股市 又创新高了 总是没有港股份 所以你要多试些不同的东西 而香港也都 绝对有空间给你去试 例如你买ETF也好 你说你买美国上市 其实都很多地方给你做到的 所以就多元化一点那个投资 令到你的风险可以分散 就不用说集中在港股里 每天都在耳朵耳朵